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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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們G.S.G. 要求和大家來到倫敦 一個非常熱門的 香港人的地方,就是Sutton 可以說是地標之一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項目 只有九個單位 一個小型的項目 這個屋遠距離Sutton市中心 大概十分鐘的車程 上次就介紹這個 四房獨立屋 大概一千八百尺左右 反應都非常之容易 不單止這個單位 一早已經很快被人買了 這個項目九個單位 現在只賣剩一個 就是鏡頭比較中間的 第四號的單位 所有這些單位 都有太陽能暖版 也都用 AIRSAUCE HIP 所以那個 EPC是A的 也是非常之 省電 省能源 可以說是一個市郊的位 外面有很多樹林圍著這個區 在我們的後面 也有一個Health Club 有私人的會所 裡面有泳池 有桑拿 有美容院 在這個屋遠買單位 也都會送一年的會籍 如果大家想在這個屋遠買一個單位的話 現在最後機會了 就是正正我們前面的這個 四房半獨立屋單位 一千五百零七尺 這個單位裡面的間解 就和我們上次介紹過 另一間的四房獨立屋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這次就和大家看看 這個屋型的示範單位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這個四房示範單位 是半獨立屋來的 進來的時候 這個圓角位都很夠闊 樓梯都不是對到正的門口 就是對著這塊玻璃 很多人很喜歡 有這麼大的玻璃 可以透光進來的圓關位 上去之前先看一下樓梯是怎樣 左邊的 有個客廳 有兩邊窗 前面就是廚房 連著飯廳 也可以通到後面的後花園 我們先看一下客廳 有很大的落地玻璃 這個單位已經放售了 看到這個數字在我們的左邊 但是同款單位現在都是放售 兩邊窗也可以增加透光度 這邊就是旁邊的泊車位 這個窗是可以開到的 這個四房單位來計算的話 其實這個尺寸都算不錯 不是最大 不過都OK 這邊可以放到兩至三文梳化 又或者給我的話 可能放到大的L字型梳化 其實都很夠位的 上面也做了不少的燈 那地下層呢 是有關 underfloor heating的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 看到任何的redata 也都省了很多位的 那邊呢 是鋪磚 還有呢 其實它也有很多的燈 做得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穿過一條走廊呢 我們就看看 這兩隻門是什麼 那這邊呢 是一個的Storage 就是把underfloor heating的控制器 放在這個位置 Fusebox也都放在這裡 寬頻也是 那上面這個呢 就是那間屋其他的 LED driver 應該就是那些燈的位置 而它的對面 就是樓下的洗手間 因為是那間屋的中間 用到沒有窗 不過呢 把這個樓梯底的斜角位 收起來 也都限制到位置 令到整個位置都不太小 這邊做了半磚 那上面也有個抽起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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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投起一下這個廚房 連著飯廳 那製造了一個大的Kitchen Island 那其實也夠size的 那不算是好了 那還有呢 那這邊現在就放了一張 四人至六人桌 那上一張門 那看來呢 那看來呢 其實也可以放一張大小小 應該都ok的 那或者可以考慮 那一張桌子 那一張桌子 那人多的話 那看來廚房這邊 那這個雪櫃的安排呢 也是非常之適合香港人的心意 一個full size的雪櫃 再加一個full size的冰塊 再加上這邊呢 那拉長這種的櫃 也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上面還有不少的單位 也都包了微波爐和焗爐 那都是Bosch的牌子來的 這個星盤 那不算太小 那這邊呢 也都藏了兩個鏡電掣的插頭位 那去到這邊也都有另外兩組的 那再看看下面呢 那這把碟機就放在這個位 那其他那些呢 那都是那些櫃來的 那這邊也都有個Bosch牌子的無火煮食 上面有七合煙機的 那再看看這些櫃 還有也都有櫃桶 這邊呢 也都有一個垃圾桶 已經是整好了 這裏也都做了個 還有這邊也有一個 還有另外兩個 Kitchen Island下面的櫃 也都很好深的 桌面也是鋪了石 上面也有很多櫃子 廚房也是鋪這種磚的 看了廚房之後趁這個時候也和大家看看外面的環境 這個派對的位置也算是幾大 外面是有燈的 下面也是弄了 充電的位 看看房屋的外表 樓上有一個Terence 在主人房的位置 這個位置也算是大和寬的 可以放到一些 外面的梳化呀桌子呀 在這裡 看著這麼漂亮的景色 在這裡 加上下面呢 一塊也算是不錯的尺寸的草地 我和大家在這裡看一看 看到很多的雀聲 前面呢其實是一條河來的 不是很大條很小條而已 但是 有一點點的水在外面 那部分是升高了的 那現在是早上的10點左右啦 那現在是早上的10點左右啦 陽光在我前面那邊來啦 那就是 去到下午的時候呢 這邊應該也有很多陽光進來的 去到花園這個位 這種的設計都頗有趣啦 都比較少見啦 是一種升高了的 一個派條 好啦 進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看完了 樓下啦 再看看樓上是怎樣啦 基本上這種的單位呢 基本上這種的單位呢 前後有很多陽光進來了 那樓上一樓呢 有兩間房的 包括了剛才所提過的主人房啦 那正正前面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望露呢是一個Storage啦 沒錯 它可以做一個Storage 其實 都是一個洗衣房來的 那看到的喉館呢 都整好在這裡啦 那放在這裡其實都make sense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 那些髒衣在哪裡走出來的呢 那就是睡房呀 浴室呀 那把洗衣房放在這個位置呢 也是省了很多的 搬運的髒衣的時間 我們就先看一下這個的主人房啦 主人房 好 有很大的落地玻璃這個窗啦 那還有呢 OnSuite呢是有窗的 那豪宅 很多時候呢 很有趣呢 那些浴室都是沒有窗啦 不過這個是有啦 那樓上呢 主要都是用回那個 Radiator啦 那但是浴室呢 是會有underfloor heating的 那那個thermostat就是這個位啦 那我把King size的床的位置呢 再加上 入場衣櫃 入場衣櫃呢 也都很夠用的啦 這邊也是有櫃桶啦 然後呢 就看一下 那個OnSuite OnSuite呢 是差不多 做了全磚啦 那上面也有個抽氣線的 有些窗台的位置可以擠一下 剛才提過啦 這個是有窗的啦 那個星盤的size都ok的 有一個proper size的企鋼 那企鋼當然是做了全磚啦 也都有兩種的flashat 睡房就當然是鋪地毯啦 然後呢 都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Terence是怎樣 那都是用盡了整間房屋 甚至是整間房屋的闊度啦 上到來的時候呢 都可以看一下 旁邊那個單位呢 已經弄了一個 梳池pump在外面啦 那在這個單位或者還沒弄的單位呢 那你見到 在我們現在那個花園的 左下角 有個灰色的 石屎的位啦 那裏也都會弄回 同一部機啦 都看一下 這間房屋的外表啦 那是有燈的 這個是燈來的 這間房屋的外表 那是有燈的 這間房屋的外表 也有玻璃可以增加 增加個安全啦 看了個這麼美的主人房之後呢 就看一下 另一間房屋啦 這個位置也有個大的落地玻璃啦 那所以都很多光可以透露 這個位置早上就好像這個時候那樣呢 把床椅在這裡看一下書 真是很爽的這個位置 其實樓上都有個類似的位置 你轉頭上去看一下 那這間就是另一間的雙人房 那也都有他自己的 安櫃的 那所以這個單位呢 是有兩個安櫃啦 很大的落地玻璃 那是望回前縣 這邊 那關了窗之後呢 都頗靜一下的 那這條是 不是算是最忙的路啦 那但是 都偏向你車經過啦 那所以都有一點點的聲音的 那這邊呢 建了一個 入場的衣櫃 去到這裡呢 這個安櫃 剛才我都以為這個是有窗的 原來是有燈來的 我都被他壓住了一點 不過上面呢 都有個抽氣線 有點可惜呢 因為其實這個位呢 外面 這本場的外面 那其實本身已經是 泊車的位了 那那個企光呢 就不是最大的那種 比較偏向近 正方形的 不過都有兩種的花灑頭 當然就做全磚啦 那這個也有underfloor heating 那為什麼要放underfloor heating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洗完澡之後 雙腳也不想 接觸到一些冷的 鼻磚啦 暖一下雙腳 那真的很舒服的會 那到最後呢 就和大家看 頂樓啦 這邊呢 亦都可以 開燈的 這些位 太光了 大家看到嗎 不要緊 那 樓上呢 可以說有兩間房 甚至乎三間房 那發展商就把這個單位 定格作為 四房單位 那其實呢 另一間的細房呢 其實可以擺到 單人床的 到來之後呢 進去的房子前 就先看一下 這個 冷定位了 大家會看到這邊呢 放一張椅子 剛才也看過 那其實這個位 也有很多光 進來的 除了擺椅子之外 其實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要看到這個黑色的箱 究竟什麼回事呢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是一張 接不起的書桌 那當然你不一定用這個idea啦 那但是 如果多個工作的位 那其實都未上一件好事 這個設計都挺有趣的 那為什麼這個單位的設計 跟我們平時健康的 都有點不同呢 因為其實本身這個的發展商呢 是之前在美國 那些地方來做 房地產的發展啦 那現在回流回英國 所以都要把很多的 美國和加拿大那種的設計的 方式或者理念 放在這些單位那裏 那當然這些單位也都是得到英國當地的 council的planning permission啦 也是符合英國的 起樓的規格啦 但是也都 會增加了一個 美國和加拿大那種的設計的風格啦 好啦那你先看了這間房 這間都是一間 雙人房來的 這間雙人房 有個很大的落地玻璃啦 那都是一個高身大的 放在角落這個位的 那至於這個衣櫃可以放在哪呢 那其實最好呢 那就是放在前面這個位啦 那把床移過少少 那其實都夠位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放在這邊呢 那就可能會遮了 部分都幾有用的位啦 那譬如放在這個位的話 那其實都會遮了少少這個窗 那或者放這邊的話 也都會遮了 電視的插頭位 那所以最好呢 那就是放在剛才所講的 這個角落頭位啦 那他旁邊呢 有個Family bathroom 那一件事見到有窗啦 那還有呢 上面也有個抽氣線啦 這個位置算是幾闊落下的 那這個真是一個bath tub的位啦 那還有我也喜歡呢 他站在這個位置 站在這個位置比較闊一點的 那也都站得舒服很多啦 沒有那麼窄的啦 也都有一些鏡櫃啦 還有這裡有一些位置可以製下東西 那星盤啊 座翅啊 Size 都OK的 那星盤是比較闊的那種 但是比較淺啦 那下面有一些 櫃通可以製下東西 這邊也有個的 浪摩金架 地下就是鋪磚的啦 都用不著火燭的 那出來之後呢 那之後就聽下這一間的雙人房啦 那現在就做了一間BB房啦 那擺一張單人床這邊 擺個 衣櫃的位置 那ray data呢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右手邊啦 大的落地玻璃 那看著我這麼漂亮的景 那如果擺一張雙人床的話呢 那就是那張床不像他這樣打直劑啦 是打橫劑啦 那衣櫃的話也都可以考慮放在這個位置的 那但是放在這個位置呢 那可能會做了少少個ray data 那可能最好的位置呢 那依然是放在前面這個角落頭 那到最後呢 就看看 旁邊這間房啦 那這間房呢 理論上是一間書房啦 那窗就不是叫最大的 不過 對啦 做這間房的位置一定有窗的 那如果擺單人床的話 其實也夠位置擺 不過呢 那做回一間書房就可能合適一點點 那個ray data啦 那這邊都是看著這個 河和樹林景 那當然是做了地毯的啦 除了那個 浴室是鋪磚之外 那這個lock呢 就是上面這個位 那以後你就看完了這個這麼漂亮的示範單位啦 這個單位雖然是放賣了啦 但是有同款的單位 現在正在放售的 那現在只剩下最後一間啦 那同款的同屋型單位啦 那這個放售價是900K 那就是不包架子的啦 那不過呢 也都會包了地毯呀 地板呀 那不少的upgrade的東西的 那也都有兩個的泊車位 那我們稍後會有片介紹回這個 的准現樓單位啦 那我們現在回到Sutton的市中心啦 那這邊走下去呢 那就會有更加多的店舖啦 那剛才上面那邊呢 那就是火車站啦 那Sutton的high street 近這兩三個都很多變化的 那麼多了很多 那現在開始follow開我們的客人呢 那可能都認得 我們右手邊這座的 橙色的大廈 那就是我們第一次做看樓團的 地方啦 那Sutton也都有一個 都算是完善的火車的網絡啦 那火車站就在 那個市中心的 北邊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看那個 的路線圖 那北上的話呢 那就可以去到 倫敦的市中心啦 譬如是倫敦的 Blackfly 這樣啦 那再上的話就可以去到 Lutton的機場 Saint Obens的 火車站啦 那向南的話呢 那就可以去到 Horsham 那我們今天介紹那個地方 是叫做Woster Park啦 那是距離 這個Sutton的市中心 大概10分鐘的車程左右 那大家第一次看到這個字的時候呢 都很可能是讀Worchester Park啦 那實際上正確的發音呢 是Woster Park 那而Woster Park也是非常之近一個叫做New Molden的地方啦 一個韓國人的集中地 那我們上次都介紹過一個 的新的屋苑啦 叫做Stirling Place 那是New Molden的一個區裡面來的 那是會做到一房兩房 和三房的單位啦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 這個一個卷呢 都相當之受香港人歡迎啦 那也是在一個 Tesco的 大的超市的隔離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也都有 韓國超市在附近的 那大家要買韓國的 食的話 也是非常之方便啦 那而我們今天介紹的屋苑呢 距離New Molden大概7分鐘車程 就到的啦 那除了在倫敦南部的Sutton之外呢 那我們在倫敦北部 那也都有一個的屋苑呢 那有House是放售的 那包括了前面的 這些的五房單位啦 那這個單位真是超級之美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考下底的連結 了解更加多的詳情 那除了House外呢 同一個屋苑入面呢 那也都有Apartment的單位 放售中 那這個呢 是一個連埋傢俬 是放售啦 那地下有underfloor heating的 那以及已經是包了車位的啦 那我們看一下 那些房啊 那那個CN道都幾不錯的 所有的房子和廳 那這個的 開放式廚房 連上飯廳和客廳啦 那這個單位是790K 那剛才我們所介紹的那個的 4房杜臨屋 那就是 1.8個Mil啦 這個單位也都有一個 大的露台的 那可以看一下外面的美景 那正正前面呢 那就是一個 很大的湖啦 那和一個山景 那這個圈裡面呢 也都有自己的私家泳池 和健身室的 那泳池也都有 暖水啦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 都超過400公頃的 大的公園隔離啦 那所以在這邊 走的公園呢 非常之近 那也是 超大的 綠化空間 那也都有私人網球場 那還有有免費的 shuttle bus 穿梭巴士 可以去 這個屋苑隔離的 那個地鐵站 那如果覺得 Zone 6太遠的話呢 那我們在 Zone 1 全 倫敦最中心的區裏面呢 那也都有屋苑介紹的 那 我們身處的位置 現在是 Bartasy 那也都有 全英國其中一個 最大最新的商場啦 在一條河邊隔離而已 那所以其實 整個環境是非常之美的 那在這裡 就算入夜都好呢 也都是非常之安全啦 因為其實都有不少的 保安在這裡啦 那前面有四支煙通這個位呢 那就是這個商場 那那之前是一個 的 發電廠啦 那所以都保留了 多少的 發電廠的痕跡在這裡啦 讓大家去 即是做個保育啦 那還有 亦都是 令到它 更加有格調啦 那麼在這一個 的商場隔離呢 那我們也都有一個 屋苑 是 介紹回給大家的 那我們過幾星期之前 都介紹過一個 三房單位啦 非常之美的 三房 亦都有三個浴室的 那麼有兩個的大廳啦 開放式廚房 有洗衣房 和兩個大的露台的 那麼全部玻璃都是 Triple Glaze啦 三層的玻璃 那麼距離最近的地鐵站 大概都是三四分鐘就到了的啦 那屋苑的裏面 亦都有一間的 Tesco的超市啦 那麼除此之外呢 亦都有大量的配套設施的 那麼包括了一個的 酒吧啦 那麼這個酒吧那個的價錢 非常之抵 喝酒 那麼它用一個非營利的方式去經營啦 那麼所以就算是一盤的 啤酒都好 大概都是兩磅多 那麼一杯熱飲都是一磅多 那麼還可以看著前面這個 那麼漂亮的景 那麼其實真是 超正呀 那麼而其他的配套設施 包括了這個泳池 按摩池 還有有桑拿房 也都有蒸氣房的 那麼也都有卡啦 OK房啦 那麼還有 一個戲院 也都有個打機房 那麼而在倫敦的東南部 就有一個的火車站的隔離呢 可以說入面 那麼也都有一個的新的屋苑 那麼叫做Keybrook Village 那麼在倫敦的第三區啦 都所以是相當之近 個市中心的 那麼在正這個位呢 那麼也都有一間的 Singsbury的超市 那麼和隔離也都有一間 Odi的超市 那麼這個屋苑現在是放售近 一房兩房 和三房單位的 那麼這個屋苑 也是放買得非常之好啦 那麼三房基本上要去到 2026年的年頭呢 那麼才會入到火的 那麼大家也都可以看回 下面的連結 那麼我們介紹 這個屋苑的詳情啦 那麼講開近駐商場的盤 當然是不可以不介紹 這個 在全歐洲最大的 商場 White City 那麼 是隔離的屋苑啦 那麼這個商場 真是超級大呀 那麼這間是 在倫敦Westfield的商場裏面其中一間 那麼另一間是Stratford那邊來的 那麼這個我們身處的位置是West London 倫敦的西邊 那麼距離這個商場呢 那麼就是隔著一條橋 那麼就已經是到了這個的屋苑的啦 那麼這個就是在建樓的狀況啦 那麼這個屋苑最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那麼就是交通方面啦 那麼這個在鎮宋II啦 是的 倫敦二區 有兩個的地鐵站的 那麼隔著有三條的 主要的 地鐵的 沿線啦 那麼會經過這個的屋苑啦 還有看到 外面都幾旺下的 整個環境 那麼第二區都算是 相當之倫敦的中心啦 那麼這個屋苑的一房單位 大概由700K起啦 兩房的話都要超過一個mule的啦 那麼三房的話 那麼就大概兩個mule多一點點 那麼我們也都有片介紹 這個屋苑的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channel啦 那麼講完倫敦的西邊呢 就講一下倫敦的東南面啦 那麼一個是我個人現在也都幾喜歡的屋苑啦 那麼在正個火車站的 入面啦 那麼就是這個的Kidbroke的火車站啦 那麼它也是位置於 倫敦其中一個最靚最Porsche的地方 叫做Blackheave的隔離啦 那麼也都是近著Granich的 Granich的那個的 Village也是很美的啦 那個market那裏 那麼這個位置於在倫敦第三區的屋苑 也是性價比相當之高啦 那麼一房的話是422K起 兩房540K起 三房690K起 那麼其實那個價錢都是相當之低的 那麼而另一個都推介的屋苑呢 那麼就是倫敦的西北邊啦 那麼一個叫Haro的地方 那麼這個屋苑的名叫做Eisman Village 那麼發展商是Barratt來的 那麼附近呢 那麼也都有地鐵站 還有Barratt 那麼這個的Haro的地方 也都有個大的商場啦 也都有不少的High Street的店舖可以走的 那麼這個地方的賣點就是校網啦 那麼Haro大家 如果真是有找過倫敦的校網的話 應該都聽過這個地方啦 那麼這個的屋苑一房單位的話 359K起啦 兩房的話486K起 三房的話 很難得地 有一個單位現在在放售的 那麼是599K 600K都不用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快點跟我們聯絡啦 那麼而在 倫敦的西南部 New Morden這個區呢 那麼也都有一個的全新屋苑 那麼是叫做Stirling Place 那麼現在 都是正在發售的 那麼有一房兩房 和三房單位 那麼這個時候都看看 Stirling Place的周邊環境啦 然後前面這個的 的Building和那個運動場呢 那麼就是 Rings Park High School啦 那麼也是這個區裏面來的 都算是出名的一間的中學 那麼正正在整個屋苑 旁邊的 就是非常非常之近啦 那麼這個就是屋苑的地盤啦 那麼中間隔著一條小的河 那麼在鏡頭的右手邊呢 那麼就是私人放售那 幾座樓啦 那麼在我們鏡頭的 靠左這邊呢 大家見到打開地基的這個位 那麼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的位來的啦 那麼我們走過少少來 看看啦 讓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那麼這邊呢 都有條馬路的 那麼正正鏡頭的正中心這個位 你看到有些光那裏呢 那就是Tesco啦 那麼所以這個位置 非常之方便的 又近著著大的超市 又近著一間中學 那麼這邊呢 有條的大路 和隔壁呢 其實有條火車軌的 那麼所以其實 這幾座的樓呢 已經是幫助私人 發售那些 幾座樓 是隔了很多的聲 很漂亮啦 那麼大家可以 看看前面這個 學校的位置啦 好了那麼這次介紹這個屋苑 就到這裏為止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 哪裏租樓 買樓裝修 甚至乎買樓呢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